我是赵少康,欢迎你来到赵少康实验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涨79点 台股昨天是跌了89点 美股还好 道琼涨103点,涨0.3个百分点 103点看绝对值不少 但是因为它整个已经到了三万多点 所以涨的比例并不高,0.3% S&P500涨0.73个百分点 NASDAQ涨1.01个百分点 费城办理涨1.52个百分点 台股涨79点 因为说美国的通膨好像控制的还好 所以他们判断 下次升息应该是升两码,不会升到三码 好,那么拥抱希望传出爱 我们是要关怀的对象 CCSA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 替他们的施加儿稳定生活计划 我们要筹募基金 今天意卖的商品是德国凯池提供的家用 高温高压杀菌蒸汽清洗机 SC4 EZFIX型 再讲一次 德国凯池提供的家用高温高压杀菌蒸汽清洗机 SC4 EZFIX型 EZFIX容易安装的心 那它是对于居家清洁防疫 是很好的一个机种 它沸腾产生高达100度C 就是摄氏100度以上的蒸汽 所以不用酒精 不会伤手 是水嘛 也不会伤家具 可以消灭一般家庭99.99%的细菌跟病毒 不需要任何化学药剂 没有化学药剂残留的余率 所以全家的健康可以更放心 另外它的高温高压蒸汽深入 毛细纤维 有效去除各种污垢细菌 成满 除了地板瓷砖 家具清洁 流理台 瓦斯路 微波炉的油垢 浴室 洗脸台 洗澡的浴缸的水质 小孩的玩具 布面的沙发 都能够做彻底的清洁 消毒 杀菌除臭除成满 一起搞定 地板刷组升级为更方便好用的 快拆式地板刷 及快拆式超细纤维布巾 让清洁消毒的时候 拆换清洗布巾更有效率 有两个水箱可以连续加水 所以不需要中断你的清洁 水箱安全盖去锅炉安全法设计 防热水蒸汽外泄 所以安全使用 它是德国制造的 电压 但是电压是110的 为台湾设计的110不是220 价格原价2万1 易卖价2万 韩运费 原价2万1 易卖价2万元 韩运费 你有兴趣的话请你打电话 02-2378-2022 02-2378-2022 有15线 是CCSA中华育幼机构儿童关怀协会 他们有专人在那边为你服务 那我想大家已经知道了 中广是不经手钱的了 就是我们只是提供一个平台 让有爱心的听众 跟需要关怀的 这个CCSA 那你们直接接头 然后直接这个捐款 这个当然这个设备是很好的了 我也有了 那因为德国制的 你知道德国制东西当然都好多了 非常好 全世界大概最好的设备就是德国制的 那到年底过年一之前 你要打扫嘛 很多家庭要打扫 那有这个就容易多了 其实不要说这样打扫了 我连洗碗我都不用 其实基本上我很少用洗洁精 我就是用热水 热水把油冲掉就好了 不需要用到什么洗洁剂等等 所以这种高温蒸汽高温的杀菌 清洁我觉得是很有用的了 好那么也谢谢 谢谢这个德国凯池提供 家用高温高压杀菌蒸汽清洗机 那也要谢谢我们热心的听众 就很快就卖完了了 好那么台股现在上涨82点 好像真的蛮冷的 周末寒流会来 体感温度 真的假的降到一度 一度 这文样文样 气象区 说今天14号东北击风增强 水气增加 气温再下降一点 还下降一点 银封面的北部及东半部 是因短暂雨天气 感受湿冷 基隆北海岸东北部及大台北地区 雨势持续而且明显 有大雨发生的几率要带雨距了 那北台湾今天低温略下降到1415度 中南部是16到18度 对北部来讲45度还好了 因为平常就不高 那中南部来讲16到18度就冷了 因为平常都很热 那我上周末到高雄还好都不得了天气 白天南部还可以到27度 比较温 27度就很好了 我刚讲那个16到18是清晨 白天南部就回暖 回暖 高山的公路 夜间结冰的几率高 要注意 山上的公路 夜间的结冰几率高 结冰就会滑 滑很讨厌 你刹车会打滑 那周五前 中部以北 3500公尺以上的高山 有降雪的几率 吴德荣是说明天冷空气减弱 周四减弱 其实原来最早的预告 是这样 周四减弱 气温回升 但是什么时候寒流来 礼拜六 气温会持续下降 越晚越冷 周末台北侧站会降到8度左右 是第一波的寒流 今年第一波寒流 本岛平地最低温将到6度以下 基隆苗栗 周末体感温度只有一度两度 极为寒冷 我想这是靠海了 极寒冷 台北市体感温度也只有4度5度 这周末 下礼拜一 白天开始寒流减弱 天气持续晴朗稳定 气温逐渐回升 下礼拜二 天气晴朗 白天温暖舒适 早晚冷 日夜温差大 我其实就要进入冬天了 其实就是 就是冬天就是这样子 就今天 比昨天冷一点点 礼拜四 明天开始 温度开始回升 然后到了礼拜六 开始 越晚越冷 越晚越冷 礼拜天 冷 礼拜一开始寒流减弱 礼拜二天气好 大概就是这样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北京疫情爆发 这个大陆怎么回事 其实很正常 就因为原来压 原来压 原来压 有没有效 当然有效 压当然有效 你不能说压没效 那只是延后而已了 就看你要延多久 如果一直压 当然一直有效 所以有效就是说 有没有染疫 有 但是会一下子爆发 不会 就慢慢的 反正每天就那样 那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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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拖时间嘛 但是你要付出代价 你就这个风 那个风 这个管 那个管 这个不准开工 那个要停工 经济受不了了 那你放 就会增加 一定 但是呢 到一个地步以后 就下降 那你增加的时候 就要注意 那风险高的人 要注意 要注意他的治疗 其实就是这样子 那一般人其实还好 其实看起来是这样 中国道路放弃清零 真的放弃清零了 他们已经放弃清零 政策以后 北京疫情快速蔓延 那北京染疫人数激增 中国道路原定 本周召开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要延后举行 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中国道路的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 备受外界关注 因为包括道路 国家主席 政治局委员 省级领导 及政府机构 跟金融机关负责人 都会出席 会里面会讨论 来年中国道路的经济 成长的目标 道路领导人 习近平也会跟官员们 订定未来一年的 经济政策目标 所以很重要 大家在看 到底要怎样 那原来是 通常是举行三天 三天以后 才会在媒体 官方媒体发表 我们到底讨论了什么 那经济目标 要等到明年三月召开 年度两会时再公布 就成长几%了 那布隆布 透过传真 向中央道路国务院 新闻办公室 寻求制评 还没有收到答复 就说 为什么你们这样 为什么那样 为什么他们都还没答复 中国道路当局 原本实施严格的防疫措施 引发各地民众抗疫 清零政策 在本月 戈然而止 大部分的检疫 跟确诊隔离要求 突然取消 现在冒出疫情 正在迅速扩散的迹象 北京的医院 大排长龙 退烧药短缺的情况 日益严重 这是苏子山讲的 会到台湾来抢药 会到台湾来抢药 退烧药 退烧药 这个短缺 日益严重 其实退烧的 就是乙烯分安 多生产一些 应该没有那么困难 不过就怕 一下量要太大 它这个残滞来不及了 好 那么台股 现在上涨 161点 上涨163点 那么美国通货膨胀 受到控制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 赵浩康时间的现场 台股现在上涨176点 涨得不错 台积电也涨得不错 台积电涨得7块5 现在到479块 其实昨天蛮便宜的 就471 471 都涨了 红彤彤的 好像很少 红海也涨了一块 台康生计是跌停板 奇怪 为什么跌停板 其他基本上都还不错了 好 因为台股大涨188点 中国时报头版头登的是 昨天新北举行一个感恩茶会 朱立伦说2024 我一定会提名最强的候选人 另外中国跟印度边界又爆了冲突 用棍棒对战 这地方真的很有意思 这到什么时代了 他们丢石头用棍子 这回到石器时代 印度说老共太靠近控制线 他们得有一个线 彼此不能够越过了 老共说我是例行巡逻被拦阻了 所以就打起来了 六个士兵受伤 棍棒肉搏战 没有开火 中共无人机跟印度的战机 其实就已经频繁升空了 所以这种边界是蛮紧张的 是2020年6月 在前年6月的时候 中国跟印度也在 这个边境发生冲突 石块棍棒互殴 20名印度士兵死亡 中国的伤害人数不响 据称至少有4人死亡 所以那个事件导致中印关系 急剧下降 都记得吗 大家还记得没多久 什么又发生了 用个10块棍子也打死20个印度士兵 中国方面不响 说是4个也搞不清楚怎么回事 第一个那个很高 地方很高 一般人进不去 媒体也不可能去拍 又冷 在这时候一定非常冷 行动其实也不是很方便 那受伤也无法送医 去哪里医治啊 大概只有用那个山上的草药 忽一忽贴一贴 或是急救箱里面的药吧 这种边界 印度跟巴基斯坦边界 也是剑靶奴章的 双方尤其到了卫兵交接的时候 都派出了人高马大 雄啾啾气昂的卫兵 踏着正步 然后就显示威风给对方看 很好笑的 观光客好高兴的看了 但是就是就是要显示这个药武扬威了 显示自己这个兵强马壮 然后呢双方都派出那种最最空无有力的兵 不是那还算文明吧 就最多只是展览展览一下 展示一下自己这个兵体格很棒 训练很好 没有到真的拿棍棒来打 用边界这种东西 你说你破月了 然后他怕什么呢 就怕跨越成习惯以后就变成真的 以后就就就把边界给你移一下 就在这个地方 不过现在有卫星啊什么比较难啊 以前移动一下 偷偷的把那个柱子移一下 什么这个界线移一下 现在应该比较难发生这样的事情吧 好那么联合报 头版头登了说 我们超音速巡运飞弹 说有这个超音速巡运飞弹 李登会受建案 后来呢说因为啊 这个试射失败率很高 老是失败老是失败 后来呢 国防部长当时李杰 李杰是海军 就要求 算了 不要搞了 那一次失败一次失败 那后来呢 陈水扁听了简报 说要继续发展 好等等 那到底现在发展到什么地步 现在讲的有点语言不详 是已经成了还是没成 是已经发展成了 那我们有多少没 不讲 他们说这是最高机密 那说这个飞弹呢 说当时只有中俄 只有美俄在研究 中国都没有 所以呢 陈水扁一听当然就是 那我们要赶快研究啊 怎么停呢 等等 陈水扁个性也想得出来一定是 复苏对大家都要做啊 等等 达到一千公里以上 可以射到北京 速度比三马赫还大 那是一个叫苏玉本博士 在主导这个事 一定是流体力学啦 或者等等这方面的 的专家啦 不容易被拦截 因为速度很快 它是速度非常快 然后到了目标之前 高速垂直下坠 对几目标攻击 最近那种极音速飞到 好像也是这样 大概就是这样 速度非常快快 而且还会变动那个轨迹 让你没办法拦截 然后呢 到了上口的时候 啾下来 就打中目标 休息再会儿 我是赵少康 欢迎你回到赵少康时间的现场 台北股市现在上涨185点 那么我们说在发展极音速巡异飞弹 AIT的杨树蒂是说呢 这是不允许的 哇 好大口气 当时呢 这个杨树蒂是AIT的台北办事处长 当时就传了一份备忘录 说台湾现在 台湾在某个时间某个地点试射飞弹 这是不允许的 所以后来到底现在怎样 是不是已经量产 那现在我看 我在看这资料 看不出它到底量产了没有 反正就是说熊二一吧 这算是熊二一吗 是云风飞弹射程超过1000公里 反正就是说 有没有这个技术是一回事 然后呢 你能够产多少是一回事 对 这应该叫熊二一吧 应该是熊二一 因为它射程1000公里 我们的这个万箭飞弹 只有射240公里嘛 然后呢熊风三反箭飞弹 射程120150公里 因为所谓反箭 就是老公的箭要来了 那箭都不会太远嘛 就是在两岸之间嘛 所以呢不需要太远 它这个远的就是要射到城市 比如像北京啊 这种城市等等等等 所以这个熊二一 从来没有公开亮相 熊二一还有增程飞弹 叫做熊升飞弹 可以打对方的指挥索机 掩体机场跑道 反制你打我的话呢 我倒是说打你等等等等 那到底现在有几 有几个这种飞弹也蛮重要的 你如果做很少也没什么用嘛 你能够能够做多少破坏 那当然如果说你的 比如像核弹就不一样 你不是美国有六千颗核子弹头 老共说是什么五六百颗 那五六千颗 大概就把你整个道路毁了 但是五六百颗 也把你美国 大概重要的地方也都毁了 什么加州啦 纽约啦 什么芝加哥啦 什么这些重要的地方 也都把你毁了 所以他所谓是核子 核子的这个意思 如果不是核子 一般的飞弹 那老共其实没那么在乎 我真的觉得 毛泽东不是讲吗 打核战就打核战了 什么了不起啊 你美国三亿人 那时候还没三亿人 我大陆十四亿人 对不对 我就算打掉一半 我还有六七亿啊 你们打打 你就是没了 谁怕谁啊 狭路相逢勇者胜 那当然大陆现在 跟以前一不一样 因为他现在少子化啦 大家也比较珍惜生命啦 生活好以后 就觉得生命蛮可贵的 一穷二白的时候 反正烂命一条 打死为止无所谓 所以现在跟 挠泽东那时候 情况应该又不一样 可是他人多也是个事实 那他大城市也很多 那你要打他 对不对 除非你真的很大量的 非常足够 否则的话 就像现在乌克兰好了 你看乌俄战争啦 俄罗斯人口 比乌克兰也没多多少 多三倍 俄罗斯一亿四千四百万 乌克兰四千四百万人 乌克兰最后也去公勒莫斯科吗 也搞了一个 俄罗斯当时制造的战斗机 把它改成无人机去轰炸 就那是有去无回的啦 一定会被人打下来 无所谓嘛 反正没人就去了 那国际都注意这个新闻嘛 俄罗斯一点觉得没面子嘛 那就是这样啦 那你能改变这个战争的局势吗 改变不了 只有一种东西可以改变 就是原子弹 所以那时候美国到日本 广岛长期投下去就改变了 不过当然那个日本 已经也打到强奴之末了啦 已经打到之后也是 少年兵都上场了 一个国家只要少年兵上场 那就是 那就很惨了 真的已经到最后 什么都没有了 只好打 能够拿出来的兵都拿出来了 那就很惨 那台湾会不会这样 乌克兰就是活生生力子 台湾会不会这样 那苏森商是叫我们这样 因为他说打到最后 我们少把他要拿着打 那就是向战 但是我认为大概不容易 两岸不会打到向战 老共我觉得他不打哲义 他打 我觉得老 大陆跟俄罗斯是不一样的 这是中国人的民族性 中国民族性 我不知道俄罗斯性怎样 老美民族性我是很清楚的 老美我们常常接触 老俄理论上讲 中国人是 我没有好好的把握 我没有万全把握 我不会出手的 我出手我就一定要 要赢 一定是这样 至少我要做这样的准备了 我不是讲过吗 你说民族性 譬如说老美 我们考试考完了 对 我们觉得 哎呀 这个题目 我打得不够好 就有点懊恼 问老美同学 你考的怎样 good very good 很好 我就更气 他怎么很贵的呢 我怎么觉得自己没打好呢 考卷发下来 我A 90几分 他60几分 奇怪呢 他不是说他考很好吗 我还觉得我打得不够好啊 就是个性 他们很乐观 真的是好的 这种个性其实是好的 我们都跟你是不好的 我们太求全 我们先去想那个不好 他就先想那个好的 你会想说 这实体 有半题 我怎么 我觉得打得不够好 他想这实体 我已经会六七题了 我就讲说 我们个性也是这样嘛 大部分人歌情可能都是这样 那你认为你歌情是这样 大陆人歌情不是这样吗 他也是这样嘛 同文同嘲跟有什么差别 所以他没有万全的准备 我不认为他会轻举妄动 但一旦动了 首战就是中战 我是少康 欢迎回到早少康 现场台北股市 现在上场181点 所以我刚讲 就是说两岸如果真的打起来 当然我希望不要了 那就是真的悲剧了 那真悲剧 战场一定是台湾嘛 那我们现在去搞这种 什么超音速巡异非战 就是说你打我 我要反制你 我炸你的机场 我炸你的跑道 我炸你的碉堡 我打到你北京 就像说刘太英垂牛的 我把三峡给你炸的 看你怎么办 等等 对他会重伤吧 真的是这样的话 那你毁了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你就能够喝止他 可能可以 我也不能说不会 他总会考虑 他一定会考虑说 我打的时候 我要损失多少 然后我能不能打下来 那我的打下来的收获是什么 一定是 所以我也不 另外就是说感情问题 双方的人民的感情 你这样打 所以我也不认为 他会轻易打 他真的除非万不得已 他理论上应该不会打 但是呢 就你不要逼他 你让他 你逼得他下不了台 走投无路 非打你不可 就很麻烦 你香港 看香港就知道 对不对 他本来对香港 也还没有这样 因为香港只好 做给台湾看 可是当 那时候北京 大概认为香港 快跑掉了 可能快被美国 英国搞了 香港快都已经控制不住了 他就下重手 你看香港就知道 他下重手 他就不管西方的评论 怎么看 台湾怎么看 他根本不理你 他就干 所以台湾不要让他要摆到 非常优先顺序很前面 你不要去惹他 就基本上 就是尽量能够和平 和平是最高指导原则 真的是打起来 我认为他不打折以后 如果真的他到时候 他非打不可 人无可人非打的时候 那就是 真的是首战及中战 我们都在想什么 能不能撑一个礼拜 撑十天 我看大概 可能一天就结束了 但你总是不需要 你这种不需要 我们来看看 到底是一天结束 三天结束 五天结束 七天结束 还是一个月结束 不管 而且你越久结束 台湾越惨 乌克兰不就这样子吗 打越久 人民越惨 一千多万人 流离失所 他一共才四千四百万人 一千五百万人 起码离开家乡的 将近八百万人 跑到临近国家去 这什么个状况 现在冬天到了 又没能源 又冷 那么小三通到底怎样 说可能重要节日 重启是什么时候 当时他就要找个 黄道吉日了 你这种迟来的正义 不是正义了 他现在希望就是说 过年这些台商 台胞可以回来 陆沛可以回去 人家陆沛是人家的女儿 总也希望回大陆 看看跟父母 家人聚一下 你初二至少回个娘家 他回不去 你自己想 你如果说一个 嫁到金门的陆沛 你怎么回去 对 陈玉珍他们立委 还有什么陈福海 新当权的金门县 他们要去大陆谈 他们昨天去 是要先从金门 飞到台湾 到松山机场 再从松山机场 搭飞机坐到厦门去 你看他本来 那个小三通 一切都过去了 他不需要这样子走 你不折腾吗 真的是折腾人 那他们还有这个本事 陈玉珍立委 陈福海县长当选 可以这样做 今天我问你 一个在金门的陆沛 他怎么这样做 他麻烦是他 要多花多少钱 对不对 当然也可以 就是要多花很多钱 本来可以不必这样的 现在就要变成这个样子 非常麻烦 大陆现在当然 当然大陆 因为大陆疫情又起来了 疫情又起来原因 就是因为松榜 我们刚刚讲过 松榜就会起来 说那人民都在抢购 那个退烧药 这种也是幽波风 你抢我就要抢 大家都抢 所以你要准备 当然要准备 另外就可以限制 每个人买多少 不能够超量 还有就是说 他回来没有多少人 小三通能够 能够回的人数是有限的 那这个时候来的大部分都是台胞 台商多了 那道路那边 现在应该也没开放什么旅游团 也没开放 应该是没有 所以你也不必担心 说那个观光客像潮水般涌 应该也不会 主要就是 所以他们现在提出来 是不是什么专人 专船专案 就说呢 就不要让一般人进来 就是专门的 比如说 金门现在在登 要陆配去登记了 你们想要回大陆 探亲的来登记 他就一定的人 不是随随便人都可以 这已经是很清楚了 那民进党政府还考虑 不一定 要看大陆的疫情 要看这个 看我们还有多少药 看金门的这个医院设备怎么样 等等 反正就是各种刁难 那现在当然有一个奇怪的事 就是到底 说那个什么 凤梨书 加德 说他教那个配方 那当然对有些的厂商来讲 配方就是他的机密 那其实啦 就说 我就这样告诉你配方了 你是不是就能做出这个东西来 插圆 就像你的食谱都会告诉你 什么几克 这个几克 那个什么 这个那个 你这个做出来 跟他做的一样好 也插圆 为什么 火猴 我只是告诉你 配方有什么用 要烤多久 对不对 然后什么样 凤梨 我就告诉你凤梨 哪一种凤梨 糖 哪一种糖 面粉 哪一种面粉 那个都是 都是只是告诉你成分 你就做得出来 哪那么容易 真的哪那么容易 需要再回来 我是赵浩康 欢迎你回到 赵浩康 时间的现场 台库师现在上涨 160点 160点 我刚去查了一下 我刚讲了 就是说 就是这种食物 就算告诉你成分 告诉你我的配方 所谓配方就是 什么几%几%几% 你也做不出来 但是呢 我去查了一下 就是说 到底有没有要你谈那个配方 就要你的 就是几% 其实配方是几% 成分我们一般都会有标 我们买的东西 他们都有标成分 那查了半天 一个叫中华人民共和国 进口食品 境外生产企业 注册管理规定 没有说要你标那个几% 我没有看到 难道他是单独要求他这样吗 是不是把那个 是不是请那个 什么凤梨书啊 那个 加德子啊 反正就很有名的凤梨书 是不是请他把 老公的那个信拿出来给大家看看 到底是怎样 是不是这样 或是像易美讲的 真的是要他们把这个机密都讲出来 如果这样的话 我觉得是不应该了 你老公这个要求太过分了 这个跟你食品安全有什么关系呢 对不对 我有几%跟那个有什么关系吗 我有没有这个成分比较重要吗 你特别是添加物 添加了什么 假如我成分什么面粉啊糖啊什么 这什么好告诉你的呢 你不是很普通吗 但添加了什么 蓬松剂 发泡剂 然后呢防腐剂 什么增涩剂 这些东西 他怕 可能对这个人体有点危害了 等等 所以至少从正式的文件 我看不到 要几% 那是不是请他们 你既然指控我们 就东西拿出来 大家看看 如果老公真的不合理 大家也可以去骂他 就说他如果刁难台湾 说刁难的民进党 从政治上来讲不是没可能 但去刁难金门 我就看不出原因何在了 金门跟厦门关系很密切的 很多金门人在厦门买了房子 还收厦门的租金 他不可能自己住在那边租掉 那金门高粱 大陆人很爱喝 那把金门高粱进的什么意思呢 就是大陆跟金门并没有仇 金门还属于福建省 那我们的福建不是他的福建 所以这边又很吊诡 福建在两次大陆 大陆现在才有福建 台湾哪有福建的 但是我们有金门马祖 那是怎样 那是我们的 那这是我突然想到 这个什么一中各表 这是一省 一省各怎样 这一个福建省 双方都各有 不是共有 是各有 各有福建省 这很有趣的 这搞不好这样可以解决两岸问题 两岸问题要有一些创意 两岸问题要有一些创意 而且台湾应该有讲话的权利了 你现在美中对峙 对不对 台湾这中间当成筹码 那我们台湾怎么不讲话呢 我台湾可以提出方案呢 我认为应该怎么样啊 你台湾提出来老美没话讲啊 怎样 我不能讲话 只有你能决定我的命运 老公也没什么好讲的 我台湾不能替自己讲话 中华民国不能替自己讲话 拿出一些方案来啊 怎么不行呢 好 那么车子开车要注意啊 说这个如果不礼让行 他们想要加重罚到六千 现在罚三千六了 这个龚家政很有意思 他是原来中科院的前院长 叫龚家政 他就讲说这个拉法业这个案 当时呢 李登辉有批息 那那个时候呢 李登辉曾经以证人身份接受调查 说他没有参与采购案 他不知情 所以当时他就把责任都怪那个叶昌彤 结果害的叶昌彤呢 这个一挤之下呢 就去住院 是生病 对一个军人来讲 他的清白是很重要 名誉是他的第二生命 对军人尤其是这样 不是怎么领导同意呢 原来他们要买韩国的卫山剑 这大家都知道 后来郝伯春他们去法国 就看到了拉法业剑 就说这个剑比较好 废话 当然拉法业剑比卫山剑好嘛 那个时候了 现在韩国我不知道 那个时候几十年了 这个韩国还没那么进步嘛 而且另外你自己看看 那个拉法业剑多好看啊 法国人做的东西 他就设计出来就漂亮 真的漂亮 你看了他就由不得爱上他 那如果性能又好 对不对 你会觉得说这个东西还不错嘛 所以好不算他们到了法国呢 听说就从法国回来以后呢 就在军事会谈 向李登辉报告这个事情 记录不见了 这也很奇怪啊 他们翻箱倒柜找 说在另外的文件里面找到了 这这么重要的这个文件 他们认为这算是保密公文 说怎么会夹在其他文件当中 这也很奇怪 另外呢 说他们的公文 李登辉还签了一个西 就是军事会谈啊 台湾要报给总统 三军统帅嘛 李登辉常常签个西的 他也不写可 也不写不可 也不写如泥 他写个西 这很炸的 就是我知道了 可不可以呢 我不讲 照理讲我签给你 可不可 你就要讲啊 你是长官嘛 他不讲 到了初次你负责 我不负责 就这种啊 其实这种长官是很坏的 好那不管呢 他就喜欢写 听说以前有时候还拿个铅笔写 你铅笔算什么东西呢 好吧 不知道谁叫他呢 狗头军事旁边 坏蛋一堆了 一个人有权力以后 会有一堆坏蛋围在他旁边 给他出各种鬼点子 然后告诉他就说我们是保护你的 其他人都是要害你 好那 林慧居然能够不承认 说我不知道这个事情 这太恶劣了 那你这样以后 你怎么领导同意呢 你的部署怎么敢负责呢 怎么出了事 你说我都不知道 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知道 好好他们找到这个问题 好那我不知道 我觉得是有意被人家 搞在别的地方 故意给他放在别的地方 要害他们 好我们时间到了 谢谢你的收听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